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丰富的电子摇滚 还有我们是非常流行的国乐 很多人都说学音乐的是肢体障碍 不过呢我们克服了这个障碍 就是我们大家放下乐器 然后一起来做一些肢体动作 然后所以是这次要带给全新给大家 然后带给乐迷 还有一些视觉不同的感受 而且我们这次的造型也非常的不一样 像我们的造型以前都是穿改良式旗袍 那现在我们这次的是红色 而且是我们有一些镂空 然后而且还有我们露出我们的眉腿 平时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的无双乐团 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演出吗 我觉得最有印象是到中南美洲 然后到瓜地马拉那边 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人生中啊 应该平常是不会去的地方 但是因为无双乐团 所以让我们有机会跟外交部合作 然后才有机会跟他们就是到那边观光 而且还到那边宣传我们是台湾 而且我们是来自台湾的无双乐团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就是非常的感动 觉得我今生不会站在那 但我就很有荣幸的站在那边 站在那个舞台 非常开心 三位成员 爱丽丝 佩茨 姜云 在新专辑中首次开口现唱 完全是无心插流的结果 一开始说真的 我还没有打算说我要唱歌 可是因为我的偶像是周杰伦先生 所以我对霍卫甲这首歌真的是超级熟 所以当录音室那时候先录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抱着开心好玩的心态 结果没想到一唱觉得 老师觉得很适合 因为就是他中间有一点金句唱腔 那因为我真的是听周杰伦的歌 从我国中开始听到现在 所以他的歌我非常熟悉 所以他的唱腔我都能够揣摩模模仿 然后用女生的方式呈现 之前就是张宏亮有批评你的 我向周杰伦说他的那个乐曲是为中国风 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 嗯 我觉得每个人的风格 当然是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 但是我支持周杰伦 我觉得他是纯正的中国风 就像我们的无双乐团 就是纯正的中国风 听我们的绝对没有错 我们无双乐团绝对是最纯正的流行中国风 では我们是在改静中的外国 是25辈子一部分的 平地 空的arrive testing人 listed Only中的人 已是什么 这一个第一个排除 就是ách资 oil 蜗牛新闻网采访报道